现在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个功能 现在比较时髦的一个功能就是 电动感应尾门 就是后备箱的门 所谓的就是一脚踢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掌握 不太好一次踢到感应的点 那我们来试一试 看这个功能到底有没有用 到底是不是肌肋 你看我来踢 没反应是不是 没反应是不是 还是没有 哦 这次踢到了 那我来继续踢 这个感应也太弱了吧 你看我这踢了很多角度了 哦 这样才可以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鸡肋 你看我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非常的银性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我看他们拍这种广告片啊 很多都是说 然后一个女的购物买了各种东西 然后抱着 然后就不好开尾下门了啊 然后用这种一脚踢 踢 太尴尬了 哦 居然开到一半居然不开了啊 有关上 这功能我觉得 真的一般 可要可不要啊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羡慕 有这种功能的车 确实没啥用 还不如我 就算是我包着很多东西 你看 不是可以放的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 相对来说比较鸡肋